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套房子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正方形的一个shallet bungalow 上面有个小lobe 还有一个domo window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实际上很古老的设计 里面装修也好 外面的砖墙也好 实际上都已经非常旧了 那我看中的是什么呢 我看中的是这套房子在后面带的一大块大空地 有非常大的潜力和没有建设许可 也没有任何的居住许可 甚至连环境许可都没有 利润用最大化的方式 给这块地的地皮增值的最大的方式就是什么 我们应该希望它在平均一平米 所有的包括任何设计 我们希望是1200磅一平方米 所以我希望100平方米 我希望它的总造价控制在300千 所以那个房子卖了470千 47万磅 这个就卖了450千 44万磅 我们这套房子的定位就是在一个大家庭 所以这套房子整体面积会比较大 楼上楼下加上lobe的空间价材大概有进行300 这个面积就是我们的餐厅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厨房的一个倒台 地价永远是这个房地产的核心价值 你甚至说你现在新建一套 这种全新的这个semitage house 你可能造价你都不止40千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做房地产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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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在对的location 选了对的房子的一个 我们最主要还要是 房产的投资在过去20年当中 无论是在中国也好在英国也好 都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它最大的好处是第一它的安全性 第二它的可复制性 第三它的可爆发性 特别是我们知道英国的房产 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第一保值 第二它的这个本身的增值也是非常强的 为了满足大家关于英国房产的问题 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节目 一个为期12集的 专门针对英国房产的一个专项的介绍 大家在一起